不知不觉之间,中国已经通过几步走的方式,改变了整个中印方向上的大势和实力对比,就算后知后觉的印度已经发现了端倪,也已经没有足够的实力来撼动整个大局,经过21轮军长级会晤,中印边境局势目前较为稳定,但在印度尚未放弃其南亚霸权战略的情况下,中国并未停下脚步,仍在积极推进早已确定的对印战略。 其中,近藏的铁路大动脉建设是较为关键的一环,跨过时间感知历史的温度,这里是妙文史,欢迎订阅观看。 据官方媒体报道,新藏铁路的初步测量工作已经完成,相关部门正在加紧推进剩余前期工作,而根据公开的规划,新藏铁路的日喀则·佩枯错段,佩枯错和田段将于十四五期间开工,在今明两年,外界必然能够看到这条铁路正式动工的消息。 虽然官方报道的重点是新藏铁路建成后对于经济的带动意义,但作为一条经过阿克赛亲等地,连接新疆与西藏现有铁路体系的关键铁路,新藏铁路的建成也有着重要的军事意义。 在铁路建成后,解放军在中印边境西段的兵力调动将更加方便。 除了正在加快推进前期工作的新藏铁路,中国也在积极推进川藏、滇藏等入藏铁路的建设工作。 这些铁路与阿里普兰机场等高原机场直达中印边境一线的公路网,共同构成了一个立体的交通运输体系。 而这一运输体系的构建,其实是中国对印整体战略中的关键一环,是中国为解决中印边境问题迈出的关键一步。 大家都知道,亚太地区的整体安全态势已经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将军事斗争的重点放在对印方向上,在西藏、新疆边境地带部署太多部队。 反观印度方面,虽然也有着发展海军,构建印度洋霸权的野心,但对抗中国和巴基斯坦仍旧是印度国防战略的核心,印度陆军和空军的大批部队就部署在该国北部地区,随时准备投入对中国的作战之中。 特别是在2020年的边境冲突后,印军甚至从对巴基斯坦的西部方向抽掉了数万部队,部署到了中印边境。 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都将以少于印度的一线部队牵制印度重兵集群,在真正爆发大规模战争时,再从后方快速调派援军和弹药补给。 这就引出了中国在对印方向的军事斗争之中,必须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即特殊地理条件带来的运输困难问题,要想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确保能够在需要时,及时从后方增派部队,并保证一线部队的后勤供应,就需要构建完备的运输和联勤体系。 可同样是青藏高原的特殊地理情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限制了中国在这一方向上的基建行动。 时至今日,中国规划的五条入藏铁路大动脉,也持有青藏线彻底建成,好消息是,中国整体工程技术水平的提升。 已经未入藏铁路网的早日建成提供了可能,在这五条入藏铁路之外,中国也已开始同步规划建设入藏后直达边境的铁路,在藏南方向上,将是从川藏铁路拉萨临支段上的奶东,延伸出来一条直达错纳的铁路,中印边境中段的洞浪方向上,则是一条从日喀泽等地到亚东口岸的铁路。 在整个立体交通体系建成后,中国便能够彻底解决运输问题,在未来彻底解决中印边境问题,将藏南等地全部掌握在手中。 当然了,在完成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中国也在其他领域持续发力,解放军正在通过强化实战化训练,换装新式装备等手段,不断强化在对印一线部队的战斗力。 西藏、新疆军区的很多部队已经换装了15式清潭等适合高原作战的武器,大型查打一体无人机等空中装备,也已现身中印边境。 解放军还在清藏高原多地构建了电子战中心,并在部分边境地区修建了弹药储备设施。 同时,中国在外交领域持续发力,与尼泊尔等国发展友好关系,印度在处理邻国关系时的一些霸权主义行为。 也使得其周边南亚国家,愿意与中国提升双边关系水平,对冲印度影响力。 最近几年,不单方面就不顾新德里反对,与中国保持着接触,想要与中国签署边界划分协议,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一旦中部完成边界划分,印度将会失去干预动脑问题的抓手。 马尔代夫更是在务事派政府上台后,要求印度从该国领土上撤军,并与中国签署了军事合作协议。 此外,印巴关系持续紧张,中巴在军事领域也在不断深化合作,两国军队未来有可能实现配合作战。 共同应对新德里可能的军事冒险,新德里的战略决策层,应该是能够看懂中国的对印几步走战略。 印度方面不断向边境增派部队,且同样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跟上中国的脚步,确保自己不会被彻底压制。 可中印综合国力的差距决定了新德里的行动,很难取得其想要的效果。 只要中国完成这几个关键步骤,就算后知后觉的印度想做些什么来挽回局面,也只会是徒劳。 以此次现身海峡内的伊兰舰为例,这艘船已经是海巡署序列内吨位较大的一级巡逻舰船了。 但主要5倍,只有一门40毫米伯夫斯高炮,一门20毫米机关炮和一些机枪,不说对抗同等吨位的3306舰,就是对上2000吨级的2202舰与2203舰,这艘船都占不到什么便宜。 换句话说,在大陆海警调兵潜降后,台海巡署现在既无法在下金海域形成兵力优势,也没有单舰战斗力优势,根本无法像陆营叫嚣的那样,通过强硬手段扭转局势,而就在海巡署无能为力的情况下,本该与其共进退的台防务部门也选择了置身事外。 频繁表态称,自己不会介入下金事态,台防务部门现在选择置身事外,一定程度上是在看到了解放军近期的动作后,认识到了自己一旦贸然介入,必然会引发连锁反应,自海警部门展开执法巡航以来,解放军在台海方向上的行动力度就不断提升,多次在三、四个方向上同时行动。 解放军舰机距离台湾岛最近时只有约43海里,海警、解放军等部门的实际行动,其实也是在向岛内展示,大陆未解决此次事件可能的后续动作,目前来看,大陆现在留给台当局的路,其实只有一条。 就是拿出解决问题的诚意,按照大陆的要求,查明真相,严惩责任人,赔礼道歉,如果真的拖到磋商彻底破裂,国台办那句使用一切合理手段,将足够让14亿人拭目以待,更不用说,得益于两栖战斗群与航母打击群的独立性。 这类大型舰队在中印冲突时还可以配合北部边境的地面行动对印度实现战略层面上的南北夹击,这同样会给印度制造巨大的战略压力,从而迫使对方不敢轻易进行军事冒险,唯一的问题是,现阶段的解放军由于缺乏海外军事基地与核动力航母,所以尚不能让大型舰队在印度洋长期部署,但好在,解放军的核潜艇部队已经借着参与亚丁湾护航的机会, 积累了相当多的印度洋航行部署经验,纵使水面舰艇难以在短期内常态化进驻印度洋,解放军核潜艇部队的存在也足以让印度方面提出的印度洋是印度的大洋这一战略化为一纸空谈。 毕竟,克里姆林宫方面也清楚,以俄罗斯目前的实际情况,俄方很难单纯通过经济领域的合作,实现自身全部的战略目标,必须同时以安全等领域为切入点。 维持自身整体战略的进行,而要想构建欧亚安全新框架,中国同样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俄方想要实现这一目标,也需要与中国谈。 最后总结一下,虽然普京在此次国情咨文中直接提及中国只有一次,但其表态已足够说明,中国在俄罗斯的外交战略体系之中的特殊地位和含金量且在一定时间内,中俄关系不会有大的变数。 而在中俄共同推动下,欧亚经济联盟与一带一路对接,这一事关整个欧亚大陆未来发展的大势也将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甚至有可能在未来彻底改变全球格局,在朝鲜半岛方向上,局势也持续紧张,在辽宁舰与黄海北部海域进行试航期间,美韩两军将会在半岛举行为70天的自由护盾2024联合军演。 朝方大概率会通过是射导弹等方式作出回应,而自辽宁舰入物维护以来,中国海军就只有山东舰这一艘航母可用,必然会有部分方向,没有航母可用,只能派出驱护舰队配合其他军兵种,共同应对局势变化。 因此,辽宁舰此次及时以作战舰船的全新身份回归大洋,也能够让解放军有更多的战术选择,无论是留在东海、黄海海域,防止朝鲜半岛方向上的态势变化,还是前往南海,与山东舰组成双航母编队,应对美非可能的动作,亦或是前出西太平洋,参与环台岛演训,辽宁舰都能够发挥关键作用。